爬年齡 納茲零食 納茲全皇火 愛火屋 貝德威爾納茲 OK 很棒哦 他不用帶那個 圓龍 那個什麼 回血的那隻龍是不是 那中毒怎麼過的 那我宣傳機器人啦 我到時候把他改掉 我到時候把他那個 弄掉 放心放心 我絕對不會免費幫他們宣傳 影片資訊留著就沒關係了啦 只是之後可能會把他改掉啦 因為 應該也不用把什麼資訊全部都弄掉了吧 畢竟也是有拿過人家的好處啦 對 為什麼影片那麼多 怎麼可能一步一步去把他改掉 先出有點多啊 先出有點多啊 看我抽象羽 會啦會啦 2月6號啊 呃...火拼圖 現在沒有火拼圖 我先 先 留火珠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凱拉先打開 露娜打開 還有一回合還有一回合還行還行 雙子是不是沒點沒差啦 目前專注YT隊明天的話應該也是會在YT播齁 明天應該也是會在YT播齁 這邊的話就慢慢洗出來就好了 因為我們凱拉已經開起來了 所以也不怕 我們洗到姬氏跳 順便把那個 雙子疊一點 下禮拜秦皇有要抽嗎 我會測試一下吧 但是我自己有了 我有五隻啦 不需要啊 啊我是建議你們可以抽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秦皇真的很強 不抽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但是象羽也要抽 所以說齁 你就看 如果你的石頭不夠抽象羽的話 你就不要抽秦皇了 但如果說夠的話我還是推薦你可以抽 抽秦皇的 因為秦皇真的是 真的是不錯 但是如果是可以選擇 當然是以新的為主 哎 V5要幹了 以新的為主啊 新的一定比較強的啊 不可能他出一層卡 比那個新的還 比那個舊的秦皇還爛嘛 這樣子要抽 有 關於項羽資訊我覺得下禮拜 下禮拜的GNN就會出了 因為這禮拜的彩蛋都是下禮拜會出 秦皇有了需要抽複製人嗎 秦皇不需要複製人 完全不需要 完全沒有必要 秦皇是不需要的 鐵扇要抽嗎 鐵扇我是覺得比三仗值得抽啦 我有做分析影片啊 你去看啊 還沒還沒 好這個 機師要跳了齁 痾 啊我下一回合怎麼辦 下一回合也是火珠耶 再洗嗎 再洗到那個 再洗到機師跳起來嗎 OK 洗技能的時間 時間到囉 我這邊只要消五顆鎖定珠 我就打不到他 只要消五顆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一樣是洗好洗滿 洗好洗滿 有打幾牛魔王的可以抽鐵扇啊 我覺得鐵扇真的是不錯啊 不抽蠻可惜的 像魚看起來像什麼種族呢 我是希望是妖精啊 啊 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魔族啊 不得不說 看起來真的有點像魔族 慢慢洗 啊對齁 火攻盾我也打不到他 好像也是齁 那就隨便消囉 呃 像魚是妖精很怪吧 嗯 還好吧 看他們要怎麼做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一定的啊 他們想怎麼做都可以啊 對不對 他們要把他做成獸 我覺得他們爽也可以啊 所以這種東西說不準啊 這種東西說不準 這種東西說不準 這隊是不是有露娜才夠力 呃 看起來是喔 要跳了吧 戚風王 還沒跳欸 幹 還沒跳欸 幹 好 跳起來 還沒跳 還有一回合 常常一個霸王總不是妖精 感覺就很羞辱這名號 嘿嘿嘿 西楚霸王 好 這邊的話呢 打開你的露娜 打開你的 虛空重擊 打開你的Zero Vero 打開你的Vero變身 打開你的 欸不行 這樣都會把那個弄掉 啊 算了 這個不要削到就好了 OK 完美的一個疊開 把它隔開 有沒有看到 完美的一個隔開 夏娃跟大聖 當然是選 有三仗選大聖 夏娃的話 有行死皇就不用選 一樣 一樣類型的 都是魔族隊長啦 你就 有一個就可以不用另外一個啦 夏娃是不是過氣 不會啊 夏娃還是很猛喔 夏娃還是很猛喔 但是今年應該會過氣 2020年 鑽石大聖 鑽石吧 鑽石絕對是 使用度比較高的啊 沒打幾是不是一定選打幾次 打幾真的太重要了 你們不選的話一定會後紅 有2018的隊長還能玩嗎 2018喔 兩年前喔 應該還能啊 但是你還是 你就算有兩年前的隊長 你還是要有一些現代的隊員才有辦法玩啊 這隻血到底多少啊 這隻血到底多少啊 感覺很硬 夏娃跟鑽石絕對是鑽石啊 我不是有拍一個影片嗎 就是 我標三顆星的那個一定是優先選擇 絕對是沒得 沒得沒有第二句話 標三顆星那個絕對是優先選擇 好不好 選那個標三顆星的絕對不會後悔 有一個打幾但是還是要虎很少要死 有打幾就慢慢練起來就好啦 有星龜選巴哈沒錯 巴哈跟敖廣這個也很多人問 那一定是選巴哈為優先啦我覺得 巴哈為優先 都有了比較建議選誰 都有了你就先不要選啊 看明年出什麼新的隊長啊 再考慮囉 再看可以選什麼 我看一下這邊齁 這邊的話應該是直接開龍科 破弓全盾 我們先調正常模式 然後這邊的話開這個 走開龍科 非常穩定 我們先來玩一下 我們先來玩一下 我發現是手機跟不上我的速度 有時候我都提早切他還沒有到下一個動畫 應該不是老的,應該是手機跟不上速度 最後一關呢,把技能全開 開這個 再加這個八重破壞光線 再加這個虛空重擊 OK,抽完 利羅可以過,穩穩的,但是就是要打比較久 好不好 按摩 橫